有些民眾家裡或許都有一個配備 除濕機 除濕機它可以直接把口罩裡的水汽帶走 所以我覺得其實那個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口罩的一個可以保存的時間 還是要看它的種類 還有民眾的存放方式 來做一個判斷跟決定 一般來說 大概從它的製造月期出來 到它的保存期限 一般平均來講 大概會有3到5年 但是問題是 這個是指說它從開始製造出來 一直到它最終的一個有效期間 是從製造出來 不是民眾買回去的那一天 所以只要有良好的儲存的話 一般的情況來講 大概1到2年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其實口罩在存放上來說 最怕幾個重點 可能民眾也要稍微知道一下 口罩最怕高溫 還有高壓 還有潮濕 甚至不小心被液體噴灑到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比較容易會提早產生變質 甚至是發霉在這個情況產生 基本上口罩的儲存方法 原則是不變的 但是呢 你說每一家廠商 對於它的產品的一個保存期限多久 確實每一家都會不一樣喔 所以實際上還是要按照 不同的產品上面 所標示的保存期限 去做一個判斷 一般來說 我們按照醫療器材管理法 我們現在可以把口罩分成所謂的 醫用跟非醫用口罩 醫用口罩一定就是受到 醫療器材管理法的管理 那什麼叫非醫用口罩呢 一般來說 像我們在市面上常常會去買到這種 所謂的棉布口罩 或者是還有一些更便宜的 紙的口罩 那這種口罩的話 因為呢 它本身呢 並沒有辦法阻擋比較小分子的病毒或細菌 那它其實只能 阻絕掉大部分的飛沫 那或者是大分子的一個病毒或細菌的部分 所以它並沒有辦法達到一個 非常好的細菌過濾效率 那這一類的口罩的話 就是所謂的非醫用口罩 那有的時候 你可能還會聽到所謂的 國性碳口罩 那它其實就是在我們不知故口罩上 再加上了一層 國性碳的這樣的一個分子的塗料 那這樣子的分子塗料的話 確實也可以利用國性碳 去吸附一些病毒 但是呢 其實我們會比較建議 什麼時候使用國性碳口罩 有的時候像我們在外面騎車啊 那馬路上可能會有一些 汽柴油的一些廢氣裡面 可能會殘留一些有機溶劑 國性碳的口罩就可以針對這個部分 譬如說 機車組上班騎士 或者是像油漆工 有時候油漆 油漆物質裡的有機溶媒的一個釋出 那在這些有機的氣體分子的釋出的時候呢 比較可以利用國性碳吸附的原理 去達到一個比較保護的效果 醫用的部分就是這一次 大家民眾最擔心的就是去買到 不是醫用口罩 醫用口罩因為是屬於醫療器材的等級 所以它是在醫療器材管理辦法裡面的一個產品 它會受到有一定規範程度的一個檢驗 譬如說像我們一般在買的口罩上面 它都會告訴你說 這個口罩可能是符合所謂的 CNS14774的這個標準 其實這個標準還有所有醫用口罩都必須通過幾個要求 大致上是兩個 第一個它的細菌過濾效率 就是所謂BF1這個東西 它必須大於95% 那第二個就是它的呼吸阻抗壓 它要有通過一定程度 它才符合這兩個條件 才能成為所謂醫用口罩的等級 那有人可能會有點好奇說 為什麼還有醫用口罩 然後還有所謂的外科口罩 外科口罩又比醫用口罩的層級更高 它還必須額外 除了我們剛剛講那兩個 那再來的話 第三個就是針對血液 還有次微粒粒子的穿透率 它都必須要有一定的標準以外 它還要有一定的防火 它的一個等級係數 所以在這些條件之下 才會構成所謂的外科口罩的一個標準 所以在非應用口罩 醫用口罩 外科口罩 它都有它在檢驗上的一個標準 可以供民眾去稍微做一個了解 跟選擇 其實現在很多通路都可以販售醫用口罩 它有合格的藥商執照的話 它就可以販售所謂的醫用口罩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跟民眾說 在外盒上的標示很重要 但是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第一個 先選擇好通路 當你選擇了一個合法藥商的購買通路的時候 你再去注意一下 在產品的外盒包裝上 是不是有良好的品名 製造商的資訊 最重要的醫療器材字號 我們剛剛強調 醫用口罩是屬於醫療器材 所以它一定都會有所謂的醫療器材字號 所以民眾都可以在外上去良好的找到這樣的資訊 民眾在購買小包裝的時候 應該是要購買到像這樣子的包裝 而不是什麼標示都沒有 連產地也沒有 製造廠也沒有 這個是實名制領到的 曾經我自己的小孩也去買到過這樣的包裝 如果你去自由市場購買 買到這樣的包裝是不OK的 所以大概我們依循著通路 產品資訊 醫療器材字號 這三個大準則 其實就可以良好的 去買到一個好的口罩產品 因為之前當口罩非常稀缺的時候 我們知道政府也不斷的跟民眾講一些 再生或再利用的一個方法 但是我們會真的要提醒各位 醫用口罩最重要的核心生命 就是它中間那個溶噴布之布層 是那一層在做過濾的效果 而溶噴布之布最擔心的就是潮濕 所以呢 之前曾經有一些方式教導民眾說噴酒精 我們要嚴重的強調 這個是不OK的行為喔 所以當口罩的一個供貨足夠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說 還是盡量以拿回家之後呢 假設你希望再重複使用一兩天 其實你只要維持它在 陰涼乾燥的地方 就可以達到好的效果 那現在如果放在通風的時候 你是不是 對 其實陰涼通風的地方就不錯 那像有些民眾家裡或許都有一個配備喔 除濕機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把它 鋪個乾淨的面紙 把它放在面紙上 那除濕機它可以直接把口罩裡的水氣帶走 會牽涉到溫度跟噴灑液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其實那個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我知道之前真的口罩喔 非常稀少的時候 大家還會有聽到一個方法喔 叫做電鍋蒸口罩 乾蒸口罩 其實口罩也很怕高溫的這個問題 那電鍋裡面 勢必掏不掉高溫的這個疑慮 以目前來說 我們會建議民眾 在充足的狀況下 口罩呢 可能一到兩天 可能是多三天 我們就應該把它拆換掉了 因為我們在每天講話的過程當中呢 接近我們的口罩的內層 其實都一定會有一個 破液的一個分泌 那外層也有一些 病菌或細菌的一個 粘附 在目前整個制度面這麼充裕 還有口罩這麼充裕的狀況下 我們會有幾點想要提醒民眾 第一 請不用過度擔心口罩不足的問題 目前全國的日產能跟我們的儲備 其實都是在一個充足的部分 口罩目前以台灣來說 我們是把它視為防疫物資 甚至是有戰備地略的一個位置的一個產品 所以其實我們都有一個固定的存量 那目前中央固定的存量大概是1億片 只要不足這個產能 它就會開始增加它的日增用量 一般的每日增用量是大達800萬片 那如果當戰備的口罩數量不足1億片的時候 它會把日產能從800萬 增收提高到1200萬 所以民眾完全不用擔心 只要照著實名制的購買規則去購買的話 絕對都會有足夠的口罩 所以不用因為說924之後全面徵用 會開始恐慌什麼的 所以第一個 你只要在實名制的購買機制下 民眾不用擔心口罩不足的問題 那第二個 我們也不建議囤放過多的口罩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強調的 保存期限的問題 那有時候反而會造成在保存上的一些困擾 第三個的話就是說 民眾在購買的時候啊 千萬不要因為貪圖一時的方便 或者是說價格上的一個差異 而去選擇了一些 根本就不是藥商的通路 或者甚至是菜市場 路邊攤 甚至五金行都有在賣 先不論說它是不合格的一個產品 那我想可能在通路的一個身份上 也是有問題的 所以民眾其實在購買錢 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最重要的不要擔心 口罩的數量絕對足夠 我們把淺色的部分朝著自己 那在這個呢 鼻樑片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大概找一個置中的位置 兩隻手把口罩戴起來 戴起來之後呢 先調整好鼻樑片的位置 鼻樑片順著我們的鼻樑 然後順服貼之後呢 最後幾度的用手 把口罩的下緣拉開 拉到蓋片下巴的地方 那這樣子就是一個 完整的口罩佩戴方式 減少這個年籤的鑽裂 我們兩隻手把口罩拿下來之後 你這個旁邊有壓條的地方 然後我們稍微把它拉平之後 往內對折 這時候變成是 把深色的部分關在裡面 然後呢 對折之後 我們把它折成四分之一 像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丟掉 雙肝硬是一個參考的標準 但是我們會希望說 民眾不要太盲目的 去追求雙肝硬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邏輯概念嘛 馬有四條腿 可是有四條腿 怎麼見的都是馬